谢谢大家 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算是故事吧 那今天因为没有简报笔 所以我就坐在这边 坐在这边上课就不站起来了 我想先就是很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各位手上的相关的简报的处理方式 就是说最前面是一些架构性的东西 那个我反而会最后再讲 就是有一个沙漏的 我会先讲一些具体的翻例 然后待会的简报是从下一页开放资料那边开始 然后各位如果就是回去想要重新温习 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 再翻过来一页的右上角 有我们科华为国家院科院院长 那边有一个网址archive.tw archive.tw在右上方 那如果用浏览器连到那个网址的话 其实今天我讲的差不多全文珠字稿上面都会有 就是已经放在上面了 所以就是如果里面有我讲太快的 如果专有名字或者什么之类的话 就可以到archive.tw去看 然后我们时间结构上面是 现在大概是9点10分 然后我会讲到大概40分左右 然后录影就会关掉 然后因为通常就是很多的同学们在录影有开的时候 通常不太会问问题 那我在之前讲了好几次之后就学习到说 就是我现在讲接下来讲半小时 那中间随时欢迎来问问题 那然后那最后会有10分钟的时间 我们会收博是不录影的 那那个时候还可以就是再问一些问题 这样子 那当然随时也欢迎就是说 就是举手随时提出问题 那如果这个结构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先开始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就是说我是大概去年的时候开始 大概去年11月的时候开始担任行政院的顾问 然后当了6个月的顾问之后 就现在回到民间这样子 那我在行政院主要就是合作做开放资料 那大家可能就是有听说过就是从毛主任院长张恒正副院上来之后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让各个部会能够透过开放资料的关系 跟这个整个网路去沟通 而不是像以前共庆会那样子 只跟特定的就是理事长们或者是代表们沟通这样 那在就是我现任部门之后没有多久呢 又参加了课发会 那是就是国家教育研究院制定课方的一个单位 那我在加入的那个时候刚好是 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8月的时候 曾经有许多高中生就是在街上抗议 因为他们觉得说在就是 课发会制定这样子一个课方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做到就是公开透明 我们既不知道是哪些人制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制定的过程是什么 而且中间多跑出一群人 这群人就是面目我们到现在都还不清楚 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就是很不舒服这样子的状况 那所以我在加入课发会的那个时候 刚好就是吴部长正在跟高中人对话的时候 那所以我第一次开大会的时候 刚好同时部长在那边直播 说这个我们之前的委员在开会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的就是开会内容会被公开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回过头来去 把那些已经有的录音资料现在公开的话 是违反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 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讲的时候 因为讲到很多就是比较粗俗 或者人身攻击的字眼什么 他们觉得只是就是大会里面的人听到就好了 他们没有知道说未来可能会公开 所以吴部长怎么样都不愿意去公开这段故事 那所以当时我是跟科班会的朋友们说 可是你知道只要把那个被字去掉啊 就是大家主动公开 我们每次开完会之后 我们会就是做主字稿 就是别人讲一句话我就打一个字下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事后大家都看过一次记录 把大家觉得就是可能里面只是个人情绪抒发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对讨论实质作用的部分都去掉 那我们只公开就是跟讨论实质有关系的 那每一次开完会马上就公开马上就公开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就是比较符合大家的要求 而且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放心的 因为这样的话这才是就是最主动的这个版本 那所以那当然就是大家都很同意这样的做法 所以同样一个网站archive.tw除了有就是我这次讲的讲稿 除此稿之外大家也可以看到从课法会所有的就是制定课章的过程 还有就是最近可能大家很关心的一些像什么关于教官退出校园啊 信贝平等啊或者是海洋立国啊 石安啊什么这些东西它其实在里面都有很详细的一些记录 那这样子的好处呢我们本来当然只是为了防闭啦 就是说为了不要再被占领嘛 不要再被质疑说这个是黑箱 那大家后来发现说主动这样子制作公开资料 开装资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事后可以很容易的去做管考跟集合 每场会议大家各自承诺要做了什么事情 你用一个全文检索的关键字就找到了 那在会议上面做出了什么结论 我们可以隔天马上就拿到这个结论的书面稿 这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慢慢学到说 一旦有这样子的资料出来 有很多事情可以交给网路上的可能潮千上万的朋友来帮忙我们做 那我们接下来待会会看一些例子 那这个在就是专有名字叫Crossers 就是众包群众外包 把本来是可能需要十个专家做一年的事情 交给十万个网友 然后每个人只用自己的十分钟的事情来做 我们待会会看到一些例子 那我叫唐凤 然后因为我们只找Audrey 那一般是被描述叫做开源公团黑客 这边先简单讲解一下这三个关键字 开源的意思是说 我做的所有的作品 不管是文章或者是城市或者是音乐 我是抛弃掉我的著作权的 那抛弃掉著作权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拿它再去做别的事情 不用问过我 我也不用花我的力气去看 到底谁到了我的图去告别 然后就是很浪费时间这件事情 那公民的意思就是说 我关心这个社会 我会去参加社会相关的事情 那黑客是hacker 那他在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能够用创造性的方式 用自己没有过的方式 自己做工具来解决问题的人 那直接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当然不一定是不合法的 那然后在我是1994年出社会的 那2013年出社会20年时候我退休了 那所以我却退休了一下两年 那退休之后呢 当然还是跟一些就是公部门私部门 有一些顾问的关系 那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第三部门的 third sector 那在台湾就是第三部门是非常非常蓬勃的 第三部门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发部门 公部门是有一个科层组织 就是上级下级 那私部门通常是说 有钱有客户 那我们形成一个客户跟就是业主之间的关系 那第三部门完全就是大家志同道合 然后也没有什么这个会费啊什么东西 就是完全是大家觉得有件事情该做 然后就就是拒钱把它做出来 那像临时政府或者临时政府相关的一些专案 我再很会讲 都是一些自发部门的一些成果 那这边在讲的就是说 Archive.tw这个网站它设立出来 就是我写信给20位各发委员 那基本上每一个委员都支持说 我们是要主动的公开这些资料 那到最后就是国家院科学院院长 也觉得是说 那这个就有大家的监督 是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做一些解研 那为什么我会很习惯用这样子的 就是比较公开通用的方式来做事情呢 我是1989年学写程式的 那当时我是八岁 我八岁的时候 我爸爸那时候一次去北京 刚好去参加一个活动 那就碰到了天安门事件 他是五月底去的 然后六月一号回来 那天安门事件我们知道是 就是影响全世界蛮大的一个事件 那所以在当时就是他还好 就是六月一号就回来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对学运感到了很大的兴趣 所以他就留置庭心 然后去德国念博士 那他去德国的时候刚好又碰到柏林围墙倒塌的事情 那当时很多人是说 因为东德看到了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没有开枪 然后就是比较和平的完成了这样子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那所以就有很多的 到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就是民运的朋友流亡到就是德国国法国这些欧洲国家 那很多人身份就都没有办法回中国 所以那时候我去德国陪我爸爸念博士的时候 我们的客厅就是在讨论的时候 正好就是一些中国的民运人士 然后大家在讨论说 为什么他们之前的各种的就是推动 有碰到哪些问题 为什么最后会开台课车等等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知道隔一年在台湾也发生了一个百合 那也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就是民主的政变的过程 所以就是我从小就是在想这些事情 那我到93年回到台湾 那94年就是有一个蛮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发明 我们叫做全球资讯网就是WiWeb 那WiWeb其实到现在才20年的时间呢 我想我们生活里面的很多部分都被WiWeb所影响 全球资讯网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说在有全球资讯网以前 你跟特定人去沟通是比较简单的 那在有全球资讯网之后 反而是你跟不特定人沟通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习惯的来投一个Facebook 上你的网页鞋片部落格等等 它有十个人看一百个人看一千个人看一万个人看 对你的成本是没有增加的 可是在有全球资讯网以前 你要上街去发小册子 你要贴标语 要去试问要怎么样 从一个人到一百个人到十万个人 其实那个成本就是这样这样的高 所以说在以前就是所谓的课程组织啊 这些行程它其实是有它的就是背景因素 但有了全球资讯网之后 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就宁可 赶快就是跟两三个 可能之前也不一定合作过的人 就组成一个小组 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十个人百万人 千万人看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成本上面的增加 所以因为那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就发现到说 我从群座资讯网上面 这样子刚刚讲到两两三三的 去接触到第一线的研究者 一些科学家们 其实比较容易的 那我从学校然后从那个课堂啊 从这个老师的过程里面 慢慢慢慢去学他们的作品 其实是比较难的 而且是要花很久的时间 所以我94年之后就离开学校 然后学历到现在还是小学一眼 那所以就是离开学校然后自己去创业 然后自己去接触第一线的研究者 那我在刚忙做群座资讯网的时候 就发现说有一个价值 就是要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我们促进大家彼此学习 然后一步一步把大家脑里想到的东西做出来 所以下面是我就是做了几个专案 各位可能比较有听过的是 危机百科的专案 就是中间那个原型 所以到这一两年 就是我跟做神医民主的吕佳华 一些合作 那他有一句话是说 就是我们做这些技术 它背后不是只有技术 它是有它追求的价值 那我是跟佳华说 就是我的价值很稳定了 就是我二十年前就是这个价值 那现在也是一样的价值 所以以上是算是前沿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一些实际的故事 我是这两年多来都参加GTV 就是临时政府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GTV它其实就是一圈人 然后每个月每两个月每个礼拜大家见面 那大家有各种不同的专长 那我们在早期提出来一个口号 就是所谓的拆政府原地重建 那它意思并不是说真的把政府拆掉 而是说把就是组成政府的一些数据 组成政府的一些网页 组成政府的一些系统 把它们重新想象 然后重新写一遍 然后看看政府愿不愿意采纳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在2013年初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张大春 你可能有人听过 他当时非常喜欢的玩Facebook 然后他也非常喜欢的在Facebook上面讲政治 可是WireJata是访问他的时候说 张大的作家你这么喜欢玩Facebook 你这么喜欢政治 你觉得Facebook可能能促使我们参与政治 那在13年初他的回答是说绝对不会 大家只会按个赞然后觉得自己参与了 事实上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在Facebook上面大家都太懒了 按一个赞只要一秒钟 按一个分享只要十秒钟 写一遍评论只要一分钟 大家一分钟就会觉得很开心 那所以说如果你要求他们上街 要买个汇款 要买个做各种事情 其实只要花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他就太懒了 通常是没有人会响应的 所以他觉得说在Facebook上面 因为没有一个又懒 就可以参与一个真正的行动的实践 所以他对社会的改革是没有帮助的 那所以据定利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我们一直在试着做一些方式 让大家能够又懒 然后又能够参与真正的行动的实践 在去年7月的时候 就是据定利用一个案子 叫做政治现金试剧化 那这个呢是大家可能在网路上面 有看过类似的东西 这叫Capture 就是要决定你是人还是机器人 所以就显示一个图片 然后希望你能够把它打成几个数字 然后按送出 然后看到有人在点头 可能大家都玩过 好 那我们在当时就是做了这样一个Capture的游戏 但是这样子的数字是什么呢 是监察院的就是政治现金 每一次有候选人 他收了多少钱从哪里收的 花了多少钱花到哪里的一个纸本资料 那这个纸本资料呢 我们把它扫描之后变成这样一小格一小格 然后邀请大家来帮忙输入 这样总就会有电子化的资料 那这个对大家而言很容易 因为你输入这个只需要五秒钟可能不到 而且那又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所以在Facebook上面就疯传 就是只是几百万的一个触及率 那因为GitneyV里面 其实工程师只有不到两分之四十 很多都是设计师啊 然后新闻工作者啊等等 总之有很漂亮的文案 那因为有这些文案推破阻栏之下 我们第一批从监察院印出来的 30万笔政治现金 大概有9700多人在24小时之内 每一格至少都有三元帮忙看过 也帮忙输入过 所以说呢一瞬间它就变成了结构化的资料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宅力文字辨识 Otaku Character Recognition 就大家宅在家里没事做 所以就帮忙辨识一些数字 那为什么会发起这个专案呢 是因为监察院的监察院的资料调阅办法 它其实是在一个影印机时代的产物 在写的时候只希望说 大家可以进监察院 用他们的影印机印出来那个集合表 然后确认说监察院发布的数字的加总没有问题 可是呢那个数字的数位档是不能够吸出的 它也没有公开 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办法拿到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影印机时代制定的一个法令 但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只有监察院可以做监察 我们呢都只能帮忙他做核对 所以这个概念没有问题吧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呢就有一个国宝籍的白幕叫做冯光远 大家可能有听过 现在也是立法委员候选人了 那他就写了一个 也写了一篇很酸的文章 他最后会做这个吧 就是说 说这个我们应该要用太阳与北风的策略 就是说因为 这个就是调阅办法 每一次在立法院排案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说 如果立法委员每一笔捐款跟每一笔花的钱 都公开给所有人知道 最后被影响的是谁 当然就是立法委员本身 所以每次他们在排案的时候都排到最后一案 不是不排喔 排到最后一案 然后每次会期结束了 其实都没有开始讨论 也不用送什么委员会 也就是说因为这是最影响他们的 所以他们最不想讨论这件事情 那所以因为我们调阅办法把它改成 从网络上公开 没有办法通过 所以冯光远就想了一个主意 说那我们就帮他公开 就走进监察院把它引译 明映出来 然后自己想办法打字 打字之后公开 那监察院一定会说 你们这样怎么保证百分之百正确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那你就主动公开就百分之百正确了 这就是一个北风跟太阳的策略 那冯光远讲归讲 他当然不可能自己跑去监察院 把这几千元印出来 那据林立在这里就提供一个平台 就是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 他可以接触到很多社会运动者 那刚好就是有一个NGO核456的这个团队 那他们本来是做能源议题的啦 其实根本不是做这个的 那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概念不错 所以他们就进去把它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印出来是这样子 还有打浮水印 所以如果你要帮忙提成Excel的话 我自己做过大概需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刚刚已经提到在Facebook上面 要动员大家做五分钟的事情 希望是没有人会来的 所以我们就去用程式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这个叫做分身法术 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砍术 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的小块 那这些小块呢 每一个交给其中就是一个网友来帮忙 那每一个小块有三个影像看过 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一起去消耗完 那如果有玩过开心农场 或者是Pambi Crush 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人类是很有趣的动物 你只要看到有这个进度条在跑 有数字在跑 大家这个熬夜都会把它完成 所以就是说 大家就是不眠不休的打了24小时的字 然后把这一开始41万笔 全部都把它编试完毕了 那这样子编试完毕之后呢 它就从只有人可以看的 我们叫做资讯 变成电脑机器可以处理的 叫做资料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区别 资讯变成了资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 当然可以做一个基本的表格化 可是不只是这样子 这里没有针对特定委员的意思 但是针对特定委员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的就是捐赠他的收入 跟他的投票记录 他的个人财产 他的附带提案 他是哪些公司的总监士 这些公司的交叉持股是怎么样 所有这些在临时政府 都有各自的专案 去把它互相连接起来 那这些连接起来 这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在投票的时候 去年1.129 我们林生和朋友 找到了每一个县市的试灰 然后呢 在那边去统计 所有的议员 他们的投票的记录 他们的发言的记录 他们的工程建议补助款 尤其现实有这个的记录 以及如果他们是连任的话 他们之前的证件有哪些 以及那些证件到底 有没有反映在他们所提出来的案里面 全部都用数值分析的方法 用一个非常公开透明的平台 让大家看到 那所以就有很多就是网友说 我本来选区里面有22个议员 我看完你们的这个网站之后 我就发现说另外20个都是不认真的 那我只要在两个里面选一个就好了 那同样的 他也是有接近百万人资的一个使用 那他多多少少的影响了一些去年的投票行为 这样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做政党跟候选人的分群 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丁守仲委员 吴宇宣委员 费文台委员 他们可能选区特别的艰困 所以需要就是他们的党 挹注很多的资源来帮他们选举 那当然民进党也有管闭令委员 那中间这个红色的是严清标委员 他不太需要政党 好那无论如何之后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分析一下 所以从刚刚的这个就是政治献金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说 据林医他并不是一群同职性的人 他是一群异职性的人 也就是说有一些群众媒体 就是一些人他我们叫做自媒体或者各媒体 在网际网路的时代 像张大春 像冯光远 以及之后的宏毅 他们自己写了一篇文章随便就是几十万人会看得到 可是呢 他们通常不会有行动主义的感受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真的觉得说 他们写了文章 然后事情就会有变化 尤其像就是冯光远 他之前为什么会那样子去写文章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他有一种无助感 就是说我写了反正也不得什么帮助 所以我就写了酸一点 这样子 那是这样子的一群人 那摄影团体呢 他们当然是很有行动力 也很有公益精神 可是很多的摄影团体其实并不习惯相信外人 相信几万个陌生人能够帮他们做事 所以他们通常的倾向是说 我们就五个人十个人 麦克服务干做了一年两年这样子 那最后呢 是我们这些做自由难题的人 阿宅们 那阿宅们的特性是说 我们很习惯太有模式 跟不相信的人 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合作 我们也很有行动主义的能力 但是呢我们以前并不是很关心这些社会议题 所以说GinnyV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让这些人能够定期的在线下线上去见面 然后把大家就是各自欠缺的部分 弥补起来 然后就可以做出一些单独都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事情 那这是比较早的一些数字了 现在都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 那在Facebook上面大概12万元 然后实际去填坑我们说就是做贡献的 大概有就是一千到一万个人 然后等等 那我们在线上的工作区 这些都是公开的记录 也是有非常多个专案 那所以一定政府的就是发钱 值一高加两 他去国外就是参加一堂会去智力的时候 发现全球的所谓这些CVTEC 就是这些公民科技运动 其实在全世界是以色列跟台湾是最我要的 然后台湾的人数大概是以色列的十倍 所以说他说不出国比赛不知道自己是第一名 那在这个第一名可能不是那么荣耀 因为在英国或者在美国 他们的阳光法案本来所有这些词上就是公开的 他们不需要我们去纠缠做这些事情 那当然反过来讲 就是在北韩或者是在一些中中国家 我们不需要凑到12万人 差不多12个人就被请去喝茶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很开放的公民社会 跟一个还卡在印表级时代引力级时代的政府才有可能做这些事情 那所以GINV实际的运作方式 那在这里也是要大家有空的话 或者是自己的朋友参加 我们现在有非常多公务员参加了 就是我们每一两个月会有一次大的黑客宗 黑客宗已经说了 就是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松就是马拉松 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提供场地跟吃的跟喝的东西 所有GINV的经费都不会 就是超过一千块两千块 就完全都是食物 那当你来这个大的黑客宗 一两百人 一开始就会看到一些贴纸 然后呢你就可以挑你的专业 好不好你是农业 或者是你的设计 或者是什么专业 贴在自己的肩膀上 那第一次来拿一个梅花露 然后来过很多次的可以拿一个英雄 那这个到底是做什么呢 是玩一个类似大风吹的游戏 在一开始会有大概一二十组人 上去做一个公开的提案 用简报 那就会有人上去说 我今天想要做开放政治现金 有人就会上来说 我想做歌篮尾 或者有人会想来说 我是行政院来的 我想做一个对话的平台 那在提案的人 他就会说 我现在这个平台呢 需要可能两个设计师 两个工程师 就是一个东法律的 跟一个东名这个新闻的 然后呢 这样的二十组人左右 各自讲出他们的需求 跟他们的想法之后 大家就开始玩大风吹 然后聚集到这些 我们叫坑主 就是挖了一个坑的这些人旁边 然后来大家一起想说 怎么样把他们的脑里 这个想法真的做出来 那所以贴贴只有这个好处 就是说 你可以一眼就看到说 这一组的设计师已经买了 我是设计师 我去别的地方这样子 那所以通常分完组之后呢 就会有一堆梅花露 待在当场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群黑熊 过去一群善悠地问说 你关心什么啊 平常是做什么的啊等等啊 然后一面讲 一面慢慢就把他带到这个 比较适合的组旁边 他就掉下去了 所以说在这样子 工作一整天之后 通常都一定会有成果 那这个成果会在下午 每一组有五分钟的时间 去发表他们的成果 以及通常他们会约着 每周或者每双周 继续见面 有一些小的黑客松 所以现在几乎每个礼拜 不是几乎 超过一个礼拜一次 都有各组的小的黑客松 然后大家都可以任意的去参议 所以俱列明其实并 严格来讲不是组织 也不是团体 它就是一些空间 那大的空间 两百人聚会 小的空间 像我们从这个礼拜六开始 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在松烟 有一个就是文创园区 那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公司 开就是黑客松 所以就是大家路过了 就是参与者 那路过之后会发现一些专案 就是变成贡献者 然后贡献者 你会认识更多人 又会参加更多活动 又会掉进更多专案 然后又会把它做出来 是一个里面的循环 那我们为什么叫做坑 而不是叫做专案呢 因为我们如果叫做专案的话 很多人可能是从工部门 或私部门来的 就会有 那谁是专案经理 谁是代表人 谁是负责人 好像有个上对下的关系 那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很多的坑师 像疯狂远海这样子的人 他挖完之后就跑了 他其实是不会来雇那个坑的 他是提出一个很好的主意而已 那同样的 第一波做的人 也不一定就把它做完 他可以贴一半 然后放在那里 他就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等机会成熟了 再来第二波人来做 那第一波人对坑主 也没有什么义务 第二波人也不一定要 照着第一波人做的方式 因为大家是抛弃跳出 做的全能 你可以拿它去往任何方向去带 所以说因为是这样子 一种没有强制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用坑 然后说这个挖坑啊 填坑啊 跳坑啊 而不是说专案啊 专案组织等等 那然后面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我叫Lana Colman 然后他有一句歌词 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That's how the life gets in 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那这个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大家要骂啊 要是我也要有游行啊 可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它就有一个机会 然后让这些 有各种不同专长的 关心这件事情的人 首先知道说 不是只有我关心这件事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们可以做一点点事情 把它填一点点起来 那这就是让大家 就是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G&B当初在成立的时候 是有两个很会写诚实 可是很不会做设计的人 就做了这样子一个logo 非常漂亮的丑 在座各位一定都可以做的 比这个漂亮 手写的都比这个漂亮 好 那这个丑到不可思议 那他们不怕丢脸 所以在帝林词黑客宗的时候 就真的在中研院 一百多人 他就挂在那边 然后大家就看到这样子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设计师 就是Evan吴亦文 他看了 然后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他觉得说他这一整天 如果盯着那个东西 他完全没有生产力 那所以他怎么办呢 他就花一天的时间 画出一个更好的logo 把它盖掉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才能够做别的事情 这个叫做一张图 Renove设计师 那所以Evan就做了 这样子一个设计 那这个设计 当然大家看到 是好很多的 你一言我一语 有一个很清楚的辨识度 但是因为他抛弃著作群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 如果在手机上面 这个红圆点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又有更好的VI出现了 这个斜线 即使你把G跟V 跟中文字拿掉 只剩一个零 他的辨识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后来这个就变成我们的主视觉 可是如果不是一开始 有两个阿宅 不怕丢脸 他这么烂的东西丢出来 就没有机会惹怒设计师 也没有机会有更好的版本 那这个设计师他在做出更好的设计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抛弃了著作群 也不会能够继续这样子改成更好的版本 也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天坑 所谓的这个东西 它后面有一个不怕面子问题的这个传统 当你旁边的人都不怕丢脸的时候 你也跟着就不怕丢脸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做到一半做到不完美的东西 才有机会再发现 它有机会再做得更好 这是据你离平常运作的方式 好 那所以其实我演讲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想花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非常快速的 因为有竹子导游简报了 去讲说用这样子的模式 我们实际做了哪些案子出来 具体来说 各位可能有看过这个 它是各地的重症医院的急诊的及时资讯 那卫福部希望 就是每个医院公布这些推传书啊 所有这些东西 可是呢 他们只需要公布在自己的网站上 当时的资讯 他们不需要公布以前的资讯 那而且每个的格式也都不一样 所以它同样 你看是给人看的资讯 不是给机器看的资料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发起每个人挑离自己 最近的一家医院 写一支小城市 把它转成相同的资料格式 然后就汇入这个 很像股市看板的 这样子一个资料库里面 这什么好处呢 最大好处就让大家看到 全台湾的重大急诊医院的床 都是满的 没事请不要去大医院 这个是最重要的帮助 但是呢 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像八仙乐园的城报的时候 它马上就可以变成 就是哪些地方满床 真的是已经塞不下了 哪些地方 救护车应该要放到哪里 的一个及时的串联的一个中心 那同样的 因为大家可能还记得 八仙城报发生的时候是周末 所以台北市资讯局 它没有办法联系到厂商 马上帮他加战 所以同样的 他们把资料马上开放出来 然后呢 这个是哪些参加的人 现在是谁 哪一个医院送的 他减伤几级 是轻症还是重伤 本国级还是外国级 所以呢 同样的 在一瞬间 确定币的朋友 就加了这样一个网站 让家属可以 见入他的小孩的名字 然后呢 马上就知道 他现在在哪里 然后以及我们有 就是附近提供免费 住宿的地方 然后也第一时间 去提供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发现 有一波 就是大家养月捐血 可能捐血呢 现在有个问题 是因为科技 现在还不是很进步 你捐血之后呢 它其实不能放很久 大家可能知道 捐血只能放几个礼拜而已 但是人呢 其实不能连续捐血的 所以呢 当时大家就很担心 会有血荒 就是说 我们第一波这样都捐了 然后呢 接下来可能过一个月 刚刚好在 恢复期的时候 反而缺血 所以同样的 各地的捐血中心 各自的这些网页上的资讯 我们就把它整合成 一个资料的平台 然后写成一个APP 叫做治愈魔法 然后呢 只要告诉那个APP说 你的血型是什么 你住在哪里 那实际血库缺血的时候 它才会去通知你捐血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就是分散 大家写的这个频率 就不会出现 就是一窝蜂 然后雪荒 同样在高雄气爆的时候 也有一个就是 大家一起协作的一个书签 那当时就是 虚猫蓝凤跟 黄简红 就各自开了这样子一个书签 那我们一下就整合在一起 然后及时的把地图上面 气爆发生的 就是顺序 以及所有的及时的新闻 都整合在这样一个 共享书签里面 那事实上是也起到一些作用 那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是去领域一开始的那个案子 就是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视觉化 那就是台北市政府的 就是图文贼市长 他承诺说他们所有的 从今年开始 所有的预算跟决算 都会用跟临市政府相同的格式释出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如果大家连到 budget.台北 它是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是这样子 花个两分钟 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就可以一眼看到说 台北市的预算 四分之一是教育局 其中是社会警察比较多 劳动局比较多 等等等等 资讯局很可怜 然后呢 那我们如果点进去 好像说教育局的嘛 我们还可以看到说 教育馆青少年发展处 图书分馆各项业务 一般行政等等等等 有些是山了 有些是家了 家的话 像动物园为什么一次加69%呢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说 重点是因为 他们在太换掉的公务机车 弄小货车 以及这个游客列车 这些是很花钱的 等等 人没有问题吧 就是预算数 那但是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好比像说这个 是所有的台北市的预算 绿色越深表示它 编列的越多 比起上一年来讲 红色越深表示它 删减的越多 比起上一年来讲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就是社会局 公元绿化工程 公共能力补偿 这些不知道为什么 编了很多 那你如果不知道 为什么编了很多 你可以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就会有留言 那留言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Facebook登录 然后去要求更多的细节 那以及呢 这个做这个询问 资料的澄清 那台北市 这个是G0B本来就做的 2012年年底 对于就是中央政府 总预算做的一个专案 那这个的好处是 我们帮政府做出了一个新的想象 除了PDF之外 还可以这样看 那各地的市政府 现在已知的是台北市 跟高雄市 那各地现在正在跟进 都可以时间采用 我们已经写好的 这套程序去做 那台北市呢 比起我们做的 就更进了一步 他们要求每一个局处 上来回应 所以说它就突然间变成 有点像直接民主 就是你不用再去 跟你的议员澄清 然后等议员拍案 然后问各局处 你可以直接上来 然后各局处 一定就会回应你说 你要求的 你问的这些问题 他们事实上 目前现在怎么使用 这些预算 那这个其实是 怎么讲 对于我们叫做 就是 公民监督也好 或者是说 公民跟政府的合作也好 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因为大家就可以 拿这个当作例子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今天就是 讲水利工程 然后有20个网友 这样子回应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这样子去做讨论 等等 它是能够聚焦的 而不是泛泛地去骂说 这个科幂难道不用负责吗 那是没有什么用的 那我们还有另外 就是一些国际性的合作 像就是在尼泊尔症灾的时候 当时就是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飞去尼泊尔嘛 但也可以帮他们做一个共用的书签 然后呢 就结合一个叫做开放街图 OpenStreet Map 它是像是维基百科 可是是编地图 而不是编百科全书 那我们就号召大家说 每个人认领一小部分的卫星影响 然后去标注说哪些上面有路 哪些上面的路已经断了 以及哪些上面有建筑物 那这是第一次在正后24小时 我们就拿到正后的图资 然后卫星公司捐出来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做前后的比对 前24小时我们去Map 正前的状况 24小时之后 再画一天Map正后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首先哪些道路还在 哪些道路断掉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哪些地方出现新的帐篷 那可能是有奈米在那边 然后物资要送到那里去 所以在72小时之内 就是所有的连外道路 所有的建筑物 初步都辨识完成 然后到了第三天 就是或是自会跟连路过进去的时候 是真的就是实际拿着这样子一份图 在做救灾 那另外一个案子呢 是蒙典 那就是我自己参与比较多的一个案子 是把所有在台湾有人在讲的话 都收录进去 那现在连藏语 以及之后什么就是Tagalog 菲律宾语 或者是马来西亚语 都可能会收录进来 那这样子一个字典呢 其实也是大家合力地 去把各种东西去做 就是串联跟编辑 目前每个月大概700万人次左右使用 然后也有App可以下载 那在做门点的过程里 我们学到一些就是 怎么样去做开放资料的群众外包的方式 就是首先你要给所有东西一个连结 接下来让分享变得非常容易 然后才可以谈协作 什么叫做给每个东西一个连结呢 大家可能有时候有用过教育部本来 那个重编过语词典的网站 那个网站以及一体字字典 或者成语字典 有个特色 就是你查到一个字之后 你把网址从LINE或Facebook上面贴给别人 别人打开是打不开的 它没有一个就是连结 没有一个固定的连结 那个连结只是给你就是看一下而已 那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够绕着特定的字 特定的词 特定的我们叫social object 特定的社会物件来讨论 所以说 门点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把每一个字都给个网址 资料这个词的网址 一定是某些点底来有一些些资料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滑鼠移到材料上的时候 它就会取材料 然后告诉你材料的定义 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去 就是很容易的看到字跟字之间的关联 那接下来呢 有些词典里面没有 像开放资料工作坊 那如果你输入了 我们也不会给你一个找不到网页 我们会把它算成开放 跟资料跟工作坊的定义给你 那所以说这样子呢 在脸书上面或者在别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分享 那分享呢 就会帮忙配一个也是教育部的 九宫阁的一个标凯体的字图 这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有玩过Facebook 大家可能知道说 Facebook是有图的 或者有影像的 有影音的 比起只是写字的 它的传染率是大概十倍 我们说发文不复图词 风不可涨 就是说如果你贴一个 一串文章 但是你没有复图的话 基本上不太会有人来转贴你 这是一个 就是基本的Facebook的一个演算法 那但是呢 找图很累啊 而且呢 这个每次要配图 就是可能还有道图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还说并会被孝师所谓的长辈图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蒙典就提换很简单的方式 你不管要写什么图 你在左边加上蒙典的网址 它就帮你配一个很漂亮的图上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就很乐意的去分享 那同样的 如果你对凯述觉得 不是很适合你的这个Message 我们按下去之后 就会跳到一个字体选择 你就可以把它换成了 像标准体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再去做分享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蒙典 一个月有七百万人次 并不是因为大家对查字典 真的有那么多需求 而是说很多人把它当作举牌小人 当作拉败布条 当作就是表达心情嘛 很多人只是在那边写 今天天气真好 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让大家的朋友把它看得很清楚 那举一个例子来讲 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国发会的重一点 只有一点 只有有五千个人联署 那相关的部会就一定要回应 这个提案人的意见 它是有点公民创制权的味道的一个网站 那就有一个得了癌症的朋友 它联合了五千位癌友 联署说请政府赶快开放 日本美国都已经开放的 癌症免疫细胞疗法 那这样子一个东西呢 其实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它是第一个 目前也是唯一一个成案的 那我觉得其中有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为大家挑了蒙点的图 当作它的那个分享的图片 大家一看到救人命 伸到契机浮屠 就觉得说 我只是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按下联署而已 说不定真的可以救 这个癌症末疾的朋友一命 那所以说它一下子就达到门槛 然后魏夫妇现在就是在 就是实际的就回应他 这样 那所以说它多多少少 是有一些帮助 那另外一个例子 是协作的例子 在就是一个月有 七来的人子的情况下 我们跟教育部有一个合作案 是他们希望我们帮忙 挑出字典里面的错字 那我们用电脑呢 能够找到说 像明迪跟标伦这两个词 他引用了张景琦的同一首词 可是呢 里面有一个字的写法不一样 标准逐了脱险真其绝 在其中一个写成脱脸真其绝 那我们在看字典的时候 看一下就过去 更不会有人注意这个 那在电脑会知道 两个不一样 那可能有个是错字 可是电脑不知道哪一个是错字 所以我们就在蒙点的右上角 放了一只小竹木鸟 说请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捐献个一分钟的时间吧 帮我们看一下 你按这个搜寻就可以去Google找说 是别的地方也有这首词 还是根本只有教育部国语词 脸这样写 那然后呢 那所以就有大概千分之一的人参加 可是当你有七百万人 每个字每月的时候 千分之一是非常多人 那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上面就是说 现在不止每一个词有网址了 每个错字都有它的网址 那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来 这边还可以留言 所以像这个 有五个人都说是脱险对 没有人说是脱脸对 而且还有一个人留言说 脱脸是很齐绝啊 但是洋人拍过这部电影 已经没有心意 就是face off 就是变脸 那这不是很公平 而这是甲午战争的时候写的词 然后当时应该是没有这个face off 那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这很好笑 所以说有人留言之后呢 他就会在PTT或其他地方转贴这个网址 看说你看这个多好笑等等 那所以呢 又会再吸引那么多的人来玩 那但是如果不是每个错字 都有一个自己的网址的话 是没有办法有这样协作的方式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做的心得 那当然 所有的错字 其实在18天之内 全部都校正完了 那我们也就是用Excel送回教育部 他们也请文字学的专家们一个一个看 所以到今天 各位去教育部会的去某点看的时候 所有这些都是已经修正 那所以最后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是稍微讲一些 这里面学到的一些概念 就是说 在我们以前用往事往路之前 大家很习惯是开一个会 工厅会 委员会 什么会 大家来合作 合作就是每个人认识到每个人的需求 然后每个人跟每个人达成一个合一 这样的问题是说 假设你是第二十个人来 而之前已经有十九个人的一个委员会 你要花非常多时间 才能够跟前面十九个人建立一个关联 那如果是 好比像说一百五十个人的话 那心理学预算说 Dumbass number 超过一百五十个人 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到每一个人 这是人类的一个限制 所以到那个时候 一定就会出现科层 一定就会出现上下级 一定会出现编组 一定会出现黑箱 就是说这并不是谁故意的 这个就是人类的一个限制 那但是呢 因为有网际网络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模式 我们叫做协作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呢 这个图是当时占领香港 占领中环的时候的人画的 因为他们的领导人都被抓走了 所以说他们在十几个占领区 不得不用协作的方式 群龙无手的方式去做 那什么叫协作呢 就是说你一面每个人想到什么方式 就往前做 可是一方面你是保持透明 保持公开 而且你不介意别人抄 所以说在香港当时 我不知道各位当时有没有注意 就是有一些占领区 他们会驾起关公巷来 然后黑白两道就比较不会靠近他们 那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有直播 然后有逐字稿 还有这些东西 别的占领区马上就发现了 所以就会有些占领区驾起 圣母马利亚像 这个我们在资讯科学上叫A-B testing 就是你可以测验说哪一个比较有用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我也可以到怕圣母马利亚 可是白道不怕圣母马利亚 所以官公巷的数量就变多了 圣母马利亚后来就没人家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是有点像自然界演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好的主意 你不用说服别人 你就去做 那不好的主意也不一定不好 而是说别人可以把它改善 那做蒙典之所以能够做那么多语言 并不是因为说我懂安美语 我懂西藏语 我其实也不懂 重点是说 做安美语团队的人 他不用问过我 他就自己自己去做了 因为我已经写好的城市 那他的好主意 我们都把它吸收进去 就像安美语的朋友 是这么厚一本 70年代编的词典 也是用开放政治现金案的那个城市 切成一条一条 然后请大家帮忙输入 你只要回中文跟英文 不用回安美语 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也是有一个教 二教三教的动作 那我们后来就发现说 在Facebook上面 因为安美族人 这个就是在演艺圈的势力 非常的长 那所以说 那个他们的朋友 非常的多 其实不逊于开放政治现金 所以就一传十 十传百 然后呢 安美族人的朋友们呢 就帮忙把族语的 就是这么后一本字典 在53小时之内 也通通变成了 就是结构化的资料 然后现在如果连到 安美语团队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 安美族的四边形验 这是唯一会的安美语团 对 好 那在后面的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要请大家看讲义了 因为就是今天是 就是不是一个半小时的课程 那我只是非常快速的讲说 这是就是行政院蔡元丁委员 在我们的黑客送 以湘明的身份 提了一个案子 他希望能够加起一套系统 让大家能够实际的 跟政府的各个部会 去做对话 因为在新创公司 远距劳动这些议题上 他们找不到工会代表 也找不到工会代表 所以说我们就是用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精神跟技术 加了一个平台 然后呢 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让网友们 就是一些新创企业的人上来 说如果公司法 不要修改则已 如果要修改的话 他们希望看到那些东西 过了一个半月 有一个在行政院的一个民间办的 因为是下班时间线上资讯会议 也是有录音 也是有逐字稿 然后呢 把各方的利益关系人拿过来 大家进行一个讨论 讨论完之后呢 我们的工作小组 也就是那些留言里面 有提出过建设性建议的网友们 就聚会 写出一份建议书 我们不是学法律的 所以我们写的呢 其实就是实际的 现场的 大家调和过的要求 如果这个修法 它应该要有哪些 不应该有哪些 它可以有哪些 最后不要有哪些 这份呢 就是消费经济部跟法规会 那他们呢 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把它讨论出来 基本上我们每一点建议 他们都接受 然后呢 就提出一个院会的版本 这个院会的版本呢 就送出来到了立法院 大家如果还记得 六月的时候的立法院 是一个因为 那时候在卡 就是要不要修宪 是一个什么都不用通过的 一个立法院 那但是呢 因为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已经讨论过接近半年了 而且立法委员的助理们 两大党 三大党的 四大党的 都有参加 那所以说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立法院办法说 没有社会公事 明明就已经有社会公事 所以说 他们就马上就 刚才协商就签字了 然后就再度通过了 那这是第一个 这么快速的 在大概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就通过了一个 可以说是由下而上 制定出来的一份法案 那这法案里面 每一个字 我们都可以去追溯到 那是因为在哪一场会议里面 线上或线下的朋友 提出了哪个句话 所以现在法案里面 有这样一个字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脉络 那这样子是我们聚会的方式 就是线上的意见 越多人讲 字体越粗 我们在现场的人讨论之外 每二十分钟 又切换到二十分钟 看线上的朋友怎么讲 所以你不管是在近段 还是远端 都可以充分参与 这个法案制定的过程 那这个是我们在讨论 就是隐私 以及趣事别化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讨论 开放资料的性质 等等等等 那这个呢 可能就是 大家回去 就是稍微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这一整件事情呢 后来也有一些国际上面 有一些影响力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讨论 Uber这个案子的时候 大家可能知道Uber吧 它是一个 在手机上面叫车 但是来的是私家车 并不是计程车的一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呢 造成计程科科工会 有包围过全世界的交通播放 那所以呢 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 问网友们大家的意见 然后呢 定义哪些人参与 想听到什么 能如何回应 然后呢 让他们慢慢的变成了群组 那在三个星期之后 网友们就集结了 大家共同的一些感受 一些期待跟建议 那我们在邀Uber 台湾大车队 台北的计程车工会 江东部 财政部等等 都一起来坐下来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把网友所汇集出来说 我们应该讨论的东西 当作我们讨论的题目 然后去讨论 那所以在当天的会议里面呢 大家就各自做了一些承诺 这些承诺没有重叠 所以我们可以说谈判破裂 但是至少大家是看得到彼此 而且是不会去烧彼此的车了 不像其他国家这样子 所以是有一些帮助 那另外一个帮助是什么呢 是Airbnb 跟Uber一样 算是你是用手机 去订一些个人的民宅 然后去住宿 那这个呢 也多多受它影响到一些旅宿工会的朋友 我们也用一样的方式 然后呢 让大家去做意见的分组 也是讨论了三个星期之后 然后呢 又形成了这些 就是共通的 你看这边是接近一千人的 共通的一些要求等等 那但是这有一个好处 就是实际上面 我们来讨论这些主要争点的时候 Airbnb飞过来台湾的 他们的亚太区域 后来他们创办人也飞过来了 都说我们一字一字看了Uber案的 所有的影音跟录音 跟所有我们讨论的方式 所以他们预先就知道说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讨论 他们做了功课 所以呢 实际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每一点出现在荧幕上 他们就说我们讨论过了 我们接受 然后讨论过了 我们接受 然后这两个小时 重合也就是这样子 然后以至于说旅宿工会的 或者是左边这个是 就是民宿的 以及是澎湖那边的观光旅馆等等 他们都各自都觉得说 好啊那这样子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合作 对不对 Agoda或Booting 还要抽20% 他们只抽2%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就有一个 就是很好的一个共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就可以说 好啊 那这个就变成我们政策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未来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更多的这种 多重利益关系源 借着开放资料 以及就是公民参与的这个精神 来达到政策上面的共识 也就是说 在Facebook上面 大家现在只能按赞 或者是只能按反对 那如果我们把梯子的中间 这些地方都把它记清楚的话 那大家就会看到说 每一步我提出来的意见 是有人回应 不是一读不回的话 这样大家对于公部门的这个信心 可能就是慢慢从去年的跌到谷底 到现在慢慢可以重建 然后到最后是大家可以相信说 公部门私部门的第三部门 是可以一起来制定一些议题 一起来做一些政策上的讨论 那因为不在乎各位的时间 今天的分享大概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